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咦?你們在做甚麼? 不用客氣了 你們早就知道奧獲得獎者蘇惠任 今天會落場跟他們切磋球技 還會傳授這個獲獎秘訣 讓你們突破打球的境界 我們在側邊看看你們的比賽 指點一下 看看能否給你們一些意見 好嗎? 好 那我們走吧 現在先舉行一場友誼賽 由兩名恆生新一代 乒乓大比拼特長精英對決 賽潘和龐述就交由 曾經都是恆生新一代 乒乓大比拼的特長大師姐 數位陰負責 我們把這個力氣推動 他們每一球的眼神很寧麗 很專注 柯尔的這個手踢中 的速度超高 拼殺能力比較高 而樂鋒的打法就是 你見到他的正手就是 質量去做 旋轉那種感覺協調性很強 打法我經常覺得 要保持自己的風格固然重要 但最重要的是 兩位球員的心態 當他在比賽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兩個小朋友 不只是玩玩 他們是認真的 他們對Bangball是認真的 我覺得很欣賞和很重要 打贏他 不斷拼殺 要拼殺 有什麼吸引你們打Bangball 打Bangball的聲音 聲音 讓他們樂趣 有贏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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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輸會很不開心 會的 比賽一定有贏的 一定有輸的 很成熟的心態 令我想起 我11歲的時候 去打瑞典的公開賽 當時就是 其實我8強的時候 就輸了 但回憶很美好 因為那次其實 爸爸媽媽也有跟我一起去 我輸了之後 其實他們是說 都要帶我去慶祝 不是說一定要 只慶祝贏 其實輸都可以慶祝 因為你輸是一個很重要的成長過程 如果大家還記得 一動敬奧運 mini打的每一場比賽 就算是落後 他都會笑容滿面 好正能量 不過幾年前 他並不是這樣的 其實 真的 奧運是我第一次有笑容的比賽 我以前比賽沒有笑容 以前永遠都是責備自己 以前一直都是一個很完美主義者 我一定要做得更多更多 當時2019年 我跟教練說 我覺得自己押忍得不夠行 我說我押忍不了自己 你再押忍一下 我說我打完奧運之後 我斷手斷腳都無所謂 我一定要在那時候最健康的狀態 然後 過了一年 就真的大傷 我才是腰傷再手傷 特別我那個神經的傷患 是比較少見一點 很多人都不知道源頭在哪裡 也不知道怎樣醫治 那一刻其實是覺得很迷惘 其實在奧運前 我的訓練量 一天只能練三個小時 以前是練七個小時 八個小時都覺得不夠 那時候只有三個小時 然後 那時候心理的老師 就跟我說 適當的時候給自己鼓勵 以前練球 就是瘦眉苦臉 每次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但是那時候我就說 打了一球 我就強顏歡笑 一開始是笑 然後點頭 認可自己其實挺好的 下球再試過 然後一開始是僵硬笑 但是慢慢習慣了 就是變了對自己的肯定 失了不要緊要幾好 笑點頭 然後給了自己一個很正面的訊息 就開始見到比賽越來越多笑容 好 剛才那些小朋友一邊打 家長就一邊吃花生 現在到家長落場了 比足面你們了 二打一切錯一下 這一球的球加速了 你的人集中一點 這一球跑得太慢了 你們倆可否有點默契 對呀 說好了誰先打 你們的子女都沒有眼看了 他們都是繼續自己在後面打球 算了 整場球不斷被人罵 是不是很生氣 很不分氣 有些壓力 有些壓力 對 譬如打不中 教練會有些嚴厲的指導 都會有些不開心的 會震一震 教練學下來 對呀 好像真的做得不太好 其實 剛才是我第一次做這個 嚴厲 口吻有少少壞的教練 第一次做 然後呢 其實那個感覺是 另外有點擦耳朵 好爽呀 原來我說完那一刻 好像呢 我說完 罵完人之後就解決了問題 有這種感覺 但其實事實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我趕完之後 除了令到我的隊員 有不開心 或者有些壓力之外 其實是沒有解決到問題的 這一球跑得太慢了 因為我爸爸 雖然說是以前 冰箱球港隊成員 但是我媽媽其實 都是真的玩玩而已 他可能對這個運動 是未有足夠的了解 那小時候呢 我就剛巧對到一個 就是生膠的球員 那生膠的特性呢 就是跟我們平時 大和份的對手不同 就是生膠打過來的球 有一點沉 很容易落網 那我的球又慢 但我又輸 那我媽媽就說 搞錯 這球這麼慢 你都塞 平時都不會塞 那我不知為何塞 我就又覺得很委屈 輸了 被人罵 我覺得有些父母 對運動有適當的認識 其實是一件好事 其實剛才聽蘇惟姐姐分享 那時候呢 自己都有點反思 因為其實我真的不懂得打球 遇到他可能被教練訓斥的時候 或者見他打比賽 可能無謂失誤 事後都會說一些說話 可能真的會令他很難受 有時候都會跟我說 我不想你再看我 因為你其實也不懂的 其實當初被他打比賽 都是想他開心 還有想他學習面對失敗 沒有必要在這些時候 即是雪上加霜 絕對非常有同感 尤其是因為爸爸是教練 會教落風打球 那爸爸有時候可能 教他的時候 會令到他比賽 有時候很有情緒 又要哄著爸爸 不要那麼緊張 爸爸 你放鬆一點 你的樣子太兇了 我知道我的角色其實是鼓勵他 我會在隔壁不停支持他 叫他盡力打 做好一點 那我就永遠就是 微笑 加油這個角色 有時候我爸爸經常都說 我從來都不給你壓力 你打球就開心就可以 但是有時候 那個神情 你看到就是 就算你沒有說我一定要贏 但我看到你的表情 我也知道 你很想贏 是啊 我都會很希望 令到父母開心 所以其實 我有很長的時間 其實我輸了 我是不想見到我父母 不是因為怕他罵我 而是因為我已經感覺到他很失望 Mini在15歲的時候 就暫停了學業 走上職業運動員的道路 成功運到自己的舞台發光 但是不是每個家長都有勇氣 支持子女走這條路 如果有機會打全職 其實是可以讓他試的 因為運動員生涯不太長 當然是尊重樂風寺的意見 我們一家人方向一致 如果他堅持說 我也想打全職 那我相信我會支持你 如果他有這個目標 而他沒有機會讓他嘗試 可能還會拖垮他後面需要的學業 或者其他想發展的東西 其實因為當時 反而是我父母很鼓勵我打職業 但當時我說不行 我就不讀 我說為什麼不行就要放棄呢 最後就這樣 一直打職業打下去 Mini在2012年入讀科大物理系 家長對他重返校園充滿好奇 都很想借鑑他的經驗 讓子女不單有運動員夢 還有大學夢 即是從一個全職的運動員 再重拾學業 你最初會有些不懂事 你怎樣去平衡呢 讀書是我一個興趣 其實我有去補習 但補習不是為了考試 為了學一些新的東西 學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 去到大學就不會覺得 哇 脫了字 什麼都不懂 不懂就問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發現 年齡是不重要的 年齡就是 我依然可以跟年多小 可能五六年的同學 可以做到好朋友 我覺得就是 平時考試前一定要盡力 考試那一刻就要吃壞 讓你吃下去 會不會聽到 很多人是否認識 那些人還是要喝水 我才能喝水 那些人 我們案子 真的要吃壞